你好,我是杰逸,欢迎来到静谋大爱 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博士 本该拥有美好的未来 却在新婚前五日离奇失踪 直到新婚之日当天 被警方发现地下室墙内 原本美好的婚礼突然变成了葬礼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凶手又为何对一名学生痛下杀手呢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耶鲁墙中女子事件 2009年9月8日晚上9点 美国康列迪格州 由黑文耶鲁大学一处僻静的宿舍来 洗漱完正准备回房间的樊里上 看见室友安丽的房门紧闭着 屋内没有一丝丝亮光 她已经好几天没有露脸了 安丽还有几天就要结婚 难道是忙于婚礼的彩排吗 她给安丽打了好几个电话 无人接听 出于担心 她又询问了安丽的未婚夫 乔纳森以及家人 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见到过安丽 按照安丽的习惯 最迟十点之前就会回到公寓 她去哪里了呢 一个可怕的念头 闪现在凡丽莎的脑海中 安丽可能出事了 她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 警方了解到安丽是婚前失踪 猜测她会不会是因为恐婚 选择短暂消失一段时间 毕竟有很多有婚前恐惧症的女孩 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逃避婚姻 那警方从安丽的母亲 维维安口中得知 安丽曾对她说 她即将开始作为年轻新娘的生活 安丽还多次告诉她 足见家庭是多么的幸福 而且室友凡丽莎也表示 安丽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为了13号的婚礼已经筹划了一年多 她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安丽失踪的时间越拖越久 变数也就越来越多 于是警方开始了深入调查 安丽勒维耶鲁大学学生 来自越南一家庭 于1985年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圣河塞 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她梦想成为一名生物医学研究者 安丽以优异的成绩 从高中毕业后被纽约罗歇斯的大学录取 并获得了高达16万美元的奖学金 在学校内 安丽除了主修细胞发育神武学 还俯修医学人类学 因为安丽过人的聪明才智 还被票选为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人 在大学期间 安丽与乔纳森·威达斯基相识 不久后 洋人坠入爱河 大学毕业后 安丽被常青藤名校 耶鲁大学研究生课程录取 攻读药理学不是学位 而且安丽的研究 已经用于治疗糖尿病和某些癌症 它原定于9月13日 在纽约长岛与乔纳森·威达斯基举行婚礼仪式 此外 警方还从安丽的室友、同学和家人口中了解到 它很合选 除了学习做实验 很少单独去陌生的地方 于是警方只能从安丽当天的行踪寻找线索 9月8日早上 安丽从公寓乘坐耶鲁公交巴士 前往耶鲁大学的斯特林医学院 上午10点左右 安丽从斯特林大厅 步行到阿美斯特塔街10号的另一栋大楼 12点40分 实验室大楼响起了火警警报 大楼内的研究人员很快被疏散 校园负责人表示 警报是由用于对实验设备进行消毒的通风位 释放蒸汽引发的 难道安丽已经离开了实验大楼吗 但警方调查了大楼周围 大约75个安全摄像头的录像 都没有发现安丽离开大楼的身影 也没有他离开大楼的刷卡记录 警方在搜查安丽办公室的时候 找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 办公室很整洁 没有任何打斗或外力闯入的迹象 警方关闭了整栋大楼进行调查 此外警方还在焚烧耶鲁大学 而且垃圾的哈特福德垃圾厂 进行了搜查 试图寻找到有关安丽下楼的线索 但遗憾的是 实验大楼被搜查了一番 也没有找到安丽的踪迹 于是警方将搜索范围 扩大到整个学校 还走访了学校附近的商店 街道 但都没有安丽的下落 与此同时呢 耶鲁大学校管理处 也向全体师生发出有机 告知他们安丽失踪的消息 让大家配合警方 查找安丽的下落 并提供1万美元作为线索奖励 一位女博士 在学校实验室离起失踪 消息一经发出 就引起了校内女生的恐慌 一位曾在1998年 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21岁的耶鲁大学学生 苏山乔文的身体 在校园附近被发现 她的身上布满了刀上 但案件呢 却始终没有斩脱 就在警方寻找线索无果时 安丽了一位同学告诉警方 她曾看见一盒湿巾上有血迹 而湿巾位于安丽上次使用安全卡 登陆的房间里的一样 刚至手推车上 听到这个线索 警方立即对发现有血迹的房间 展开调查 当警员推开门时 看见雷蒙德走到手推之前 并移动了十斤盒子 而且当警员在房间寻找线索时 雷蒙德自顾自的继续用清洁产品 擦洗房间的排水沟 警员看到雷蒙德擦地板时 觉得很奇怪 因为地板很干净 根本不需要清洗 于是警方就开始瞄准雷蒙德·克拉克 通过调查得知 雷蒙德并不是耶鲁大学的学生 而是实验室的一名技术员 负责养护实验室的小动物 和清理动物农舍 他与失踪的安丽 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 但在学生们口中得知 在实验室工作的雷蒙德 对那些把实验室弄脏的学生 很严厉 因为这样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工作 有一位同学还表示 雷蒙德曾给安丽发过电子邮件 抱怨他在做完实验后 留下脏兮兮的老鼠笼子 安丽回信态度良好 他承诺自己会遵守约定 就在事发当天 雷蒙德还发邮件给安丽 让他到实验室清理动物农舍 9月12日 警方在实验室的门上 发现了血迹反应 还在实验室一个小房间天花板上 发现了一只带血的橡胶手套 和一只白色袜子 还有一双沾满血迹的工作靴 上面有Red Sea的标签 以及一件血迹斑斑的黄色实验外套 通过安丽父母辨认 白色袜子属于安丽平时所穿的款式 于是警方确认安丽已经日海 9月13日 有调查人员在实验室的公共面板区域 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 第一时间便带着警犬 展开了新一门的搜寻 下午5点 在实验室的不锈钢支架下 调查人员敏锐地发现了一颗 并不属于实验室的圆珠 而这颗圆珠经过同学和室友指认 竟是8日那天 安丽走进实验室时 脖子上所带的物品 警方对实验室墙壁进行了彻底的挖掘后 一团难以辨认的女性身体 出现在墙壁缝隙中 周围有大量血迹和绝缘材料 警方猜测 这些材料是用来将身体 隐藏在公共面板后面的 除此之外 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只和吊顶上一样的白色袜子 和一只绿色墨水底 经过法医鉴定 已经腐难的身体就是安丽本人 死亡原因是颈部受压 导致的创伤性窒息 此外呢 安丽的身体还有被侵犯了安静 13号这一天 安丽原本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穿着婚纱和相爱的人走进婚姻的殿堂 可是现在却被发现倒挂的墙上 是谁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呢 9月14日当晚8点 耶鲁士圣齐聚校园广场 为安丽自发举行了烛光手银活动 警方从学校负责人处得知 实验大楼的入口和房间 都需要耶鲁身份证才能打开和进入 而发现安丽身体的地下室里 饲养着用于实验和研究的动物 并且大楼内的安全措施很高 没有耶鲁身份证的人 很难进入地下实验室 于是警方将调查的重点 放在了耶鲁大学学生和员工身上 警方查看8日当天实验楼的录像后 确定当天出入G22实验室 仅有三个人 除了安丽外 一位是雷蒙的克拉克 另一位是负责地下室 设备维护的拉里·哥弗雷 根据警方询问 雷蒙德表示 自己那天只见到安丽两次 一次是早上自己到实验室 收动物身体时 另一次呢 就是中午看到安丽 独自一人走出了实验室 随后自己一直在工作 除了中午警报响起 期间一直没有出过实验室 一直到4点下班 拉里也表示 自己见过安丽 不过看到安丽忙于工作 便没有久留 自己也忙着检查 直到下班 两人的描述看起来 不像是在撒谎 但警方在调查监控时 却发现了异常 9月8日早上 雷蒙德进出安丽工作的实验室 和大厅另一间房间 多达11层 另外根据监控画面显示 雷蒙德进入实验室时 穿着黄色实验服 但中午12点40分 火警响起后 雷蒙德出大厅时 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 并且工作服肩上 还有一团红镜 而且警方在盘查时 还发现了雷蒙德身上 有明显抓痕 警方询问抓痕时 雷蒙德越显慌张地解释 是被猫抓伤的 但警方对雷蒙德进行测谎时 他并没有通过策划 9月16日 警方申请了对雷蒙德的搜查 和扣押令 从中获取了雷蒙德的口腔 是指纹 体毛和指甲学 随后便释放了他 经过检验 发现雷蒙德提供的样本 与犯罪现场留下的 体验样本相符 其中发现白色袜子上的血迹 也属于安领和雷蒙德 于是警方立即采取了抓捕行动 听说雷蒙德是杀害安领的凶手后 所有人都表示大吃一惊 认为雷蒙德不可能犯罪 但雷蒙德的前女友 很快站了出来 只认她有心理问题 她的前女友表示 两人在交往过程中 雷蒙德就表现出 极为强烈的控制 穿着打扮 口红色号都要管控 曾经有一次 因为没有按照她的意思做事 被雷蒙德关了几个小时的禁闭 直到哭哭求饶才放出来 2009年9月17日 康列狄格州 24岁的雷蒙德 在克伦威尔一家汽车旅馆被捕 面对种种证据 雷蒙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凭借地向警方交代了做安全过程 中间没有一丝毫的回锅 究竟是什么样的动静 使得雷蒙德对安丽下手呢 况且他与安丽除了工作关系外 几乎不存在其他交流 面对警方的询问 雷蒙德始终保持沉默 他的作案动静 也从此成为了不为人知的疑点 2009年9月26日 众人为安丽举行了葬礼 除了安丽的百十名亲戚外 还有耶鲁大学近四百位学生出席 为安丽送行 而安丽的男友乔纳森 在经历巨大的悲伤后 在葬礼上表示自己以后 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人 这辈子要好好完成安丽的梦想 2011年3月17日 雷蒙德承认对安丽的谋杀 被判处44年监禁 针对法庭上 企图侵犯安丽的指控 雷蒙德并不承认 他没有对杀害安丽做出任何解释 也没有说明任何作案动机 审判结束后 雷蒙德在法庭上表示了对安丽的歉意 他说 安丽过去是 将来也永远是一个很棒的人 到目前为止 他是一个比我更好的人 我很抱歉 我撒了谎 我很抱歉 我毁了人们的生活 我很抱歉 夺走了安丽的生命 至此 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作案动机 依旧成 耶鲁强州女尸案 这一神似恐怖小说情节的案情 让许多学生不喊而立 还表示 以后晚上 不敢一个人在外面走乱 此案发生后 一时间人心惶惶 大家为安丽惋惜的同时 也担心自己的安慰 虽然校方极力安抚 但这件事还是有损学校的形象 对于雷蒙德的作案动机 也有警方分析 安丽遇害跟情感和金钱都无关 属于职场暴力 因为人性有黑暗面 人们复杂的内心 不可控制地滋生出黑暗的敌影 或许当时 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点 雷蒙德产生了杀害安丽的行李 从而实施了犯罪 整起案件 随着雷蒙德的判刑 看似告一段落 但讽刺的是 安丽在遭遇不测之前 曾为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杂志 撰写了一篇题为 《有黑文的犯罪与安全》的文章 故意大学校园 应该要提高对女性的安全保护 没想到 最后竟是自己悲惨命运的预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